在這新町市的重申學院 有很多市大都來到這裡 有新地市 因為這個所在 環境比較不通 在去年五月 經過環境正收鋼鐵之後 會變得很正氣 市大人出出入 會變得很方便 經過八個月改善 真的不然有操保 還有菜橫子都賺菜 不然變成像飯店的頂級 以前因為是封閉的 封閉的就感覺就是比較有死角 那現在呢 現在開放置非常好 我覺得很好啊 是不是大家都知道說 這邊有一個學院 不然你一個牆壁圍著 人家不知道這裡邊還有一個學區 當千學院 每學期 教學生兩千六百人 每天平均有八百位市大來這裡上課 主義環境跟處理 安全動申的設計也很重要 之前的五障礙波道都是很窄小的 那現在已經拓寬 而且變得不滑 然後長輩走起來非常的安全 而且還有扶手 市大看到這裡的改變都很開心 現在他們不然會比較加教育 來這裡上課交朋友 也希望來這裡賺菜賺水格 希望修正後 可以做會 只要自己賺出來的甘甜粿子 記者的冠河 新疊報道